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其實由上一年開始,澳門在賭業方面都已經風起雲湧, 整個賭業就由洗米華被人捉了一刻開始, 就可以講得上急轉直下。 在不夠一個月的時間裏面,澳門的賭廳基本上可以講是全數結業。 這個發展我相信所有澳門人都沒想過, 又或是想都不敢想, 可能連洗米華被人捉的時候自己都猜不到自己會有這一天。 開始今集內容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先。 根據大陸方面的講法, 他們就說太陽城一年可以走資走到接近一萬億這個數, 這個數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講都是一個非常大的數。 再加上,洗米華手頭上應該會有一個賭客, 又或是金主的名單。 而這一個名單, 好可能就是大陸方面都好想拿得到。 就在洗米華被人關進去做機壓那一刻, 我相信不少在太陽城甚至其他賭廳正在工作的人, 心情應該都相當複雜。 首先就是做了那麼多年的工作,一下子沒有了。 下一份工作又可以做得什麼呢? 甚至是想轉型都不知道可以怎樣轉。 如果講到最彷徨的, 其實應該就是太陽城的員工。 因為他們當時是連糧都未有得出的。 正常大家都以為這次事件, 就會由洗米華肌壓座之後, 以為是告一段落的。 但隔了一段時間, 就輪到最新的賭廳龍頭得盡老闆陳永煉, 是被政府告他賭博和洗黑錢相關的罪。 雖然今次媒體上就沒有太陽城事件那麼均動, 但其實都可以講得上是正式宣佈賭廳成為歷史。 因為現在所修的博彩法裏面, 都是講得很清楚和明確的, 這類這樣的博彩中家人是不可以租場地, 以及亦都不可以做現金給存。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只可以和一間博企合作, 只在這幾點, 賭廳都已經可以講是無可能再做到之前一路做開的事。 賭廳方面講完, 我們現在再講下衛生賭場。 澳門除了是六大博企賭場之外, 想在賭業上賺錢, 除了賭廳, 再數下去就是衛生場。 衛生場與賭廳的盈利點不同, 他們主要集中在中場上的, 主要都是同博企做一個拆數的方式賺錢。 而在新博彩法, 其實可以講得上是, 對他們有一定影響, 甚至最壞的情況, 是會有部分盈利能力比較差的衛生場會直接選擇不做。 講到這裏, 看片的大家都不用擔心, 因為我相信最大最旺的幾個場應該都會做下去, 但有一點就是這類衛生場的場地是需要轉去博企名下的物業才可以繼續經營。 還有,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只可以收管理費, 不可以收分成與佣金這一點來說, 這類衛生場要考慮的東西就會多了很多。 當然啦, 管理費上可以開一個高的價格, 之後繼續經營。 但又有沒有可能, 就算是一個固定管理費, 如果之後生意做得不好, 又可以用回購或是顧問費的方式, 給博企又有沒有可能呢? 我想算這一點博企又或者衛生場應該都有考慮過, 所以轉一個方式去經營, 想賺到超額利潤其實都是離不開這些灰色地帶。 我們看得到, 博企一樣都看得到, 這部份就希望不要有失業潮的出現。 最後就是博企的部份, 在新收博企同樣地都是對博企的監管力度大了很多, 就好像有重大的財務支出, 都是要特首批這一點, 我相信那些博企應該看得到幾怕。 上面簡單講了一講, 現在跟賭業相關的前置資訊先, 當中有很多東西其實我都沒有講到, 之後有機會會同大家再講返。 現在我們就講返今集主題, 上年到現在有很多人對於這個政策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而其中有一個意見我認為是幾值得討論的。 就是啦, 有網友提到, 就說不如澳門政府就收回賭場自己做啦, 就全部各有化它啦。 當然啦, 如果政府想做的, 當然是可以做得到啦。 但是, 就看有沒有必要這樣做, 以及這樣做完之後有些什麼的後果呢? 首先, 如果是收回那麼多賭場自己做的話, 只是管理上的問題, 我相信已經是好難解決得到的啦。 就以政府現在的架構來講, 大約都只不過是有4萬左右的公務員, 而博企現在是有超過10萬的員工。 另外, 還有一點, 就是政府真的收回來自己做, 是不是代表現在在博企做事的人, 全部會即時變成公務員呢? 到時員工福利退休那些, 是否就變成跟了政府這樣做呢? 對政府來說是一個很龐大的壓力, 只是福利和管理這兩點已經是搞不定啦。 再加上, 經營企業的首要目標就是要追逐利潤, 政府又有沒有相關的人才可以做得到這件事呢? 暫時來說應該是不會的啦, 是沒有的。 而且經營上亦都是要講求經驗的, 不是說一下收回來, 人家做得好, 就等於自己都可以做得好, 無可能的。 再加上, 如果是預著好像今一波疫情那樣, 就連在這些博企都是要發債去頂數。 同一個道理啦, 如果國有化了的話, 就會變成要用庫房去頂這些數的啦。 大家都不要忘記呀。 現在, 博企的負債加起來是有接近200億美元那麼多, 如果是去到明年, 可能是會更加之多, 但這一點就沒什麼可能會這樣做。 可能啦, 還有人說啦, 博企原本賺緊的一份, 就可以用來放去庫房等於賺多了錢啦。 環境不好, 又可以再拿出來用之類啦。 但其實做這類這樣的業務, 好多設施或裝修, 都是要定時定後去做更新的, 因為要這樣來人下下暗再加上, 如果是政府自己做完的話, 又可不可以這麼好數呢? 這一點其實是一個好問題來的呀。 我們講返啦, 如果是用現在這樣的方式, 去跟博企合作又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現在只是收回40%賭稅的方式, 對政府來說真是最好, 因為四成的賭收是直接落政府袋的, 而政府方面又不用為經營或引客方面 犯太多的東西。 就連是博企年齡虧損的賭稅也一樣照收, 而且又可透過監管部門去監督博企, 在經濟差時博企又不敢大財源, 等於是幫政府頂氣失業率。 還有很多政府做的活動, 這類博企都會懂得自動自覺地贊助, 就好像花車和大賽車那樣其實都有他們贊助。 而政府方面又不用承受一個經營上的風險, 所以簡單來說, 以現時的方式去經營下去, 才可以做得到利益最大化。 就算現在是賭廳, 色微, 未來如果疫情結束, 全球通關的話我相信, 都好有機會是回復回到之前的七到八成。 而且, 賭牌的決定權都是在政府手上的, 如果博企是做那些政府接受不到, 又或者是政策不容許的東西, 政府是可以單方面取消他們的賭牌, 所以主導權完全是在政府手上, 實際上政府才是博企最大股份的人, 所以根本上就無必要去國有化它, 只是管理、經營和福利, 這幾個簡單的問題政府已經搞不定了。 今集跟大家簡單講了一下 這個國有化賭場的問題, 當中其實有很多點都沒有講出來的, 大家如果是對上邊的內容有些什麼講法, 就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吧,拜拜!